27号下午2点半 高雄路逐区发生车祸 警方请来脱掉车处理结果 一辆货车开过来碰得一声 擦撞自小客 脱掉车也惨遭波及 从后方追撞 货车上女乘客一度受困 警方处理车祸又发生车祸 全城目击傻眼 同一天晚上11点多 一辆微型电动二轮车 没有开车灯 双载在路口切西瓜 遭执行机车撞上 撞击力超大 两车三人喷杯 甩出受伤 初步分析事故的原因 是张南闯红灯 合逐新台币3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罚款 肇事的骑士虽然骑的是 电动二轮车 但双载闯红灯明显违规 将分别开拔 最衰的恐怕是这辆四小客 明明守规矩在路口停等 转弯号制 对象的车就这样直直转过来 高速撞击车头对车头对撞 两辆车车头全毁了 警方现场处理还帮忙推车 索性两辆车驾驶都没有大碍 一是因为精神不济 相关人员经久策均无影哭的情势 肇事驾驶精神不济 但这猛力撞击瞬间 真的让人惊慌未定 记者高雄周波导 期望 再次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